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你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兰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想飘腰心 你就是小兰 我找的就是你 你没事吧 没事 如上 师兄 师妹 赶快 小兰 师兄 走 我 客官是来打街还是住宿 是按摩还是洗脚的呢 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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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客客人 客客人 客官 客客面 客客 食物 江河 鱼群顾面 妙不可言 呸 虽然有鱼味 豆腐始终还是豆腐 持其行性 千知万物 众生不凡 你终究被豆腐的表面所蒙蔽了双眼 官无其行 其行隐行 豆腐再有鱼味 其根本也只是豆腐 要再半成银 也是有 你到底想用什么 来河仙殿 竟然是吃你们这群河仙 不然还能去插烧物虫 给我上 来 屈邪妇妹 安眠定魂 过 喂 你到底何方生生啊 我来扶虎山 激青门 宅英俊师爷 一首正捆曲献给大家 希望你们喜欢 沙黎等无名小妖怕战了我的手 自我进门以来 有异妖从未被我的美貌所吸引 这种定力 只有千年到行的蛇女青云才能得到 又来一个宗福德 要练 你已杀了九九八十一名小魔士 今夜我便将你除去替我死去的桃花报仇 我没吗 没 没有什么呀 嗯 有元 三opers 于 Dick 有利 给我出来 你在哪儿 你活动 knell 小妹 小妹 liter 韩小姐 赤小姐 跑啊 妈妈 跑啊 快点输了 快点输了 去喝啊 橙子呀 不值钱 抓了三天三夜好吧 我哥都瘦了 没见过世面是吧 那你有什么好东西 乌山乌乌 性暴力 善喷火 我嗓子哑了 值钱的呢 值钱的有啊 你有钱看吗 你都不让我看 你怎么知道我没钱 你不出钱 我怎么知道你有钱没钱 好了 你们都别吵了 来 带你们长长眼 锦礼代表着吉祥 代表着心想事成 代表着超越 这么大坨金礼 红烧出来一顿吃不了怎么办 暴天天物 锦礼啊 大锦礼 算了 你知不知道 他最值钱的是什么 什么 锦礼之类嘛 可不是每条锦礼 都会流眼泪的 你有吗 你也太小看我们 敢花妖怪的能力了吧 这是真的 这 这得多少钱啊 四两 什么 六两 四两 八两 我太太多了 八两的传统你叫不要啊 七八 天下 他需要 这回行了啊 哥 快尝尝 怎么样 什么味道 说不出来 咸的 大家凑不了 眼泪当然是咸的嘛 老天爷保佑 我大哥终于要整好运了 妹妹 这飞运的手下 怎么都傻过我呢 谁 你谁啊 行行行 别冲动 跟踪我们 把手放下 行行行 事不想瞒 在下不是人 是妖啊 哥 你走运了 这是妖怪 赶紧把她绑起来 送去人妖哥换钱 且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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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啊 分和好坏两种 一看这种慈眉善目的 它一定是好妖 老人家 有什么困难之处啊 我们一定顶力相助 哥 它是妖 我知道 我很有分寸的 英雄 我是西塘鲤鱼 是是是 我带着孙女小鸾 也就是人妖阁的那只 是 受尽了屈辱的金鲤 从未与世纷争 从来没有想过害人 刚踏足中原 非人就把我的孙女给掳走了 嗯 我想求求英雄 帮帮我 救救我家孙女吧 哥 那非人是排行榜上的高手 你敌不过他的 有道理啊 钱呢 难挣 屎呢 难吃 溜了溜了 且慢 嗯 英雄 过来福儿宫廷 我有一事相告 哥 你不要理他了 英雄 我知道你是谁 但你的妹妹 好像什么也不知道 好 我不管你是谁 我把你孙女救出来 你俩有多远就走多远 好吗 此时一过 我就在此地等你 干活了 去哪儿啊 走你就知道 你去哪儿啊 哥 来吧 行行 走走 我来 你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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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我去哪儿 你了 大惊小怪 来到我的地盘这么大吵大闹的 你有没有一点礼貌了你 你 你 你啊 我要你去找那个真龙精神的下落 你应该是打探不到什么消息了啊 暂时未寻有任何踪迹 当然啦 这还用你说 现在那个真身已经在人妖阁那个飞刃的手上了 你赶快过去拿啦 是是是是是 赶快啊 蛇女就快集齐一百个精魄了 处下灵命 笨死了 是是是 你是谁 你们两个谁是老鲤鱼的孙女 哦 我 哦 你爷爷叫我救你出去 英雄 能不能把我朋友也救出去啊 你爷爷只出了救你的钱 嗯 你们人类就只认亲啊 那又怎么样 你走不走 嗯 单猪不走 我也不走 能救就救吧 要不然一分钱都挣不着了 也费不了多大金 哎 哎 你们俩啊 现在撞得太划手了 来 换个低调 快 穿上 小鸾 怎么了 看到我们脖子上的乡圈了吗 只要带着他 非人意吹小摩迪 我们就会被活活累死 柳爷爷就是这么死的 摩 摩 摩迪是是是是是什么玩意 在哪儿呢 就在西侧的密室里 去吧 我 要不你留下来伺候他们俩 那我还是去吧 换上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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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啊 你拧拧试试 哦 不不不不不 是网子啊你啊 哦 哎 谢谢 嗯 哎呀 哎呀 怎么还不来呀 你 站住 哥 站住 快跑 别跑 千年经历 对对对对 千年大经历 哎 哈 był喔 包括公公秃 非真无精 对呀 四哈 我大 läh 42 周固 documentation 于月圆之夜还有几日 什么意思 为了我孙女的安全 我想 在你们家再多住几日 我 我老鲤鱼 你这是得寸进尺 我们没把你炖了 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你凭什么这么 跟我爷爷说话啊 我奶奶我就这脾气 看不过你走啊 爷爷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 受他们的气 我们走 站住 英雄 我想求你最后一件事 老头 你要觉得那一件事 能一直威胁我 你是不是有点 小看我的风度了 我是很诚恳的 还有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杀了 英雄啊 我相信你这把刀 是用来保护真气之人的 而不是用来揽杀无辜的 点 来 举手之劳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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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这么客气呢 接着 妹妹 哥 哥 他们是妖啊 那么认真干吗呀 人家来咱家做几天课 热情招待 四边住 四边住 走了 这得留着 这挺值钱的 你什么时候能学会 先敲门再紧我 你懂不懂什么 叫 叫 叫 保护个人隐私啊 财不外露 财不外露啊 你现在知道 注意隐私了啊 你注意隐私 你把他们往家里带 实际啊 听我说 哥 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 叫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咱们做事 得有点起码这职业道德 懂吗 哥 一个猎人帮猎物 已经够让人笑话了 你还让他们住自己家里 你想干什么 养宠屋啊 而且 那飞战是什么人哪 你打他的主意 会死人的 死人也是他们死的 就他们那种货色 你搁过去 一刀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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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就够了 你拉倒吧你 从我记事开始 你那把刀 就从来没有拔出来过 也不是我说 真都会是讲动 这都几点了 你赶紧回去睡去 睡前 别忘了自己擦药 都多大了 什么事都让你哥给想了 走了 以后你嫁不出去 多大了都不知道自立 有什么事啊 让我也沾沾喜气 对对对对对的 我说你每次都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是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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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олько玩意 我说你每次都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如今可有下落 不着急 不着急 该来的 始终都要来 小彪 今天的腊肉买一送一辣 弹珠 弹珠 怎么了 我 弹珠 卫人来了 弹珠 别说了 我先给你吃鞋 不行了 你是个好人 乖 乖 去救他们 乖之 放开我爷爷 有什么冲我来 现在知道求情了 怎么干嘛去了 当初逃跑的时候 就没有想过后果了 杀人成队 吃鱼成霜 我拿你煲汤 拿你爷爷做刺身 完美 来人哪 救命啊 救救我爷爷 你非要撕破莲 你非要撕破莲 怎么又是你 你也是朱药师 次次帮着忧孽 几个意思 那你朱药为了什么 为钱 一样啊 他们给钱比你多 找死 你 何必呢 求财而已 大不了以后 我给你打折好不好 小朋友 交个朋友 已经晚了 快 走 原来女士 小飘 醒醒 小飘 小飘 你怎么了 英雄你不必担心 非真指使给他下了迷药 一会儿就会醒的 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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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怎么了 爷爷 爷爷 生老病死 人和药都逃不过 爷爷 你不要走 又会没事的 英雄 我求求你 我要走了 我求你保护好小乱 直到月圆之夜 直到月圆之夜 你把他送到灵河处 让他走 否则恶龙重生 天下将生命吐他 爷爷 我不走 我要陪着你 我不走 好 我答应你 你能发誓吗 不能 爷爷 我既然答应你们 就能做到 爷爷 我不想走 我不要走 爷爷 走 我便喜欢你 好 再咱俩 尝证 可不得 我这就先走 我 还好 给我 我 哥 怎么了 看这美女走不动道了 怪谁啊 要不是你非弄什么锦里之泪 你跟我能踏上这事吗 你说得好运气呢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进去熬过这月圆之夜 就没怎么什么事了 对了 哥 那飞人武力那么高强 你是怎么打败他的 哪儿那么好奇啊 我 我回来你心里不高兴啊 不是 我是怕你受伤 这就喝多了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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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一直保护我吗 小平 都拖大了 回自己房间睡吧 爷爷 不要离开我 爷爷 不要离开我 恭喜姐姐 积极了百枚精魄 现如今也是登风造极 这天下将无人能敌 你可真是有嘴滑舌 今后 必不会亏待你们 姐姐 如今神功已成 需要修阳身心 特地为姐姐准备了上好的补汤 嗯 明天你就把这个毒汤给蛇女喝下 到时候 她会死掉 但她的精魄又不会消散 真龙复活了以后 她的位子 自然给你喽 你 姐姐 你 背叛我 河水为血 惊魄为骨 如今 二世兼备 只欠龙魂 我们只要找到龙王的转世今身 便能让黑龙复活 到时候 所有的谣和人 便向我们 俯首成臣 你 这个臭蛤蟆 是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臭蛤蟆 好 大大王 非人已经死了 恐怕 大精神主意的不只是我们 还另有其人啊 那个人叫 刘一斗 刘一斗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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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一直保护我吗 哥哥 这怎么了 小鸾觉得陆地上太干了 把水都喝光了 那这酒坛子 对了 他把你这些酒都喝光了 都喝多了 我都弄不了他了 那人呢 在那儿呢 我这是怎么了 你喝多了 我衣服呢 跟我没关系啊 你 你喝多了现原型了 我见证你的时候 你是那样的 没穿衣服 没事 你进来的时候 是小飘给你弄进来的 跟我没关系 你喝多了 醒了 喝了这碗新酒药吧 谢谢你啊 小飘 要不是看在我哥的份上 我才懒得理你呢 我又没得罪你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大偏见 那是因为自从你来了 就没有一件好事情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能有这么多麻烦吗 可不是嘛 你这是歧视 我们要和你们人一样 也是分好坏的 就像我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伤害别人的事情 倒是你们有些人类 不但拿我卖钱 还害死我爷爷 行了 别别别 别煽情了 快起来把药喝了 一会儿都凉了 你啊 快给他烧盆洗澡水去 凭什么让我给他烧啊 你想啊 换成是你 在外面光着屁股浪了一天了 是不是想泡在一盆 热气腾腾的洗澡水里 那我还想吃火锅呢 去吧 都打小我给他灌了 快起来吧 药都凉了 你看我干吗呀 现原型我都见着了 还站这点啊 我还想吃火锅呢 喝药啊 师兄 任妖阁近在咫尺 为何突然停止前行 师妹 任有三级 替我把风 你去哪儿啊 我很快就回来 你在干吗 你说 你哥哥 他会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见他谈过恋爱 你说怎么没有男人喜欢我呢 是不是因为我穿得太野闷了 你们妖怪不是都会变些法术吗 你们妖怪不是都会变些法术吗 你给我变几身漂亮的衣服呗 来吧 好吧 我试试 来来来 来吧 真好看啊 真好看啊 不过我觉得有点太素了 还有没有别的 好看是挺好看的 不过 我觉得有点太酷了 不太适合我 要不你给我换回来吧 那好吧 还是这事一不自在 我觉得 你这些法术 比我哥那些强多 女人啊女人啊 真搞不懂 不但她竖我 非刃 师兄 怎么办 非刃死了 我们如何才能得知舍女的下落 蛇女 蛇女算什么 能杀死飞人的人 比蛇女更珍贵 飞人在降妖榜上 排名前三十 所以能杀他的人 至少有二十九名 想找出此人 恐怕不易呀 伤口这么整齐 像是刀杀 天下恐怕只有一人 能使出如此造反 师兄难道说的是 他 又下太阳雨了 看来小岚他们要回来了 公子 救我 见过救 用这个吧 自己上药 我是在你家门口摔倒的 你得对人家负责啊 好啊 我的手软吗 嗯 还行 我的胸口也闷得慌 你帮我敷一敷 揉一揉 胸口有什么毛病啊 喷 喷血了 哎呦 这就严重了 你看啊 我刚才把你的脉象 你的脉象十分地混乱 这属于典型的 骚气外露 惊血两亏啊 姑娘 医书上曾经有 五脏画五叶之说 也就是说呢 你的心肝脾肺肾 对应你的汗泪替嫌拓 哎 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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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血啊 嗯 这属于我认知 范围之外了啊 所以呢 你应该多多地 扛在床上 静养 嗯 床上是吧 嗯 静养是吧 嗯 来 你 公子 我美吗 嗯 还 还行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解风情 我是看你生的可爱 嗯 被你 迷住了 不 哎 看你的面相 你应该是天没亮的时候出生的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呀 那个时辰呢 是丑之 别动 嗯 出去的时候 记得把门给我带上 以后再出门买东西呢 你要不会讲家 就不要说话 看我的 哥 你干了什么 家里进流氓了 我 我 我出去看看 看好家 哎呦 原来就这点道房了 你给我站住 谢谢 想不到这小地方 妖魔鬼怪还真多呀 别跟他废话那么多 我们还要去寻找鬼盗 师妹 赶紧解决 走 这前有一个柳一刀 现在又多了一个天道天心 有意思 该轮到我出场了 小飘 你在干嘛呢 你是在等哥哥吗 小飘 你在干嘛呢 小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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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去找尖水 就得跪得上那个 在哪儿 强风球的盒子里 快 好 小飘 小飘 没事 没事 找到了 这个 快快快 快 记得到伤口上 快 快 好了 好了 小飘 好了 好了 一刀 小飘这是怎么了 鬼刀 你可想好 洛沙院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好 凭你们 还不配 那他呢 小飘 小飘 谁能想到 堂堂 像我排行榜第三的鬼刀 居然有一个妹妹 难道 你不知道行走江湖要了无牵挂吗 你怎么会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 ốt 你们 宝命怎么啦 没什么 只是让血妖在她的胳膊上轻轻地咬了一口 如今恐怕你的妹妹已经变得与妖无异了 鬼头 你不是喜欢捉妖吗 这妖就在你面前 你是杀呀 还是不杀呀 从那以后每到月圆的时候 小片就妖心大发 就像今天这样 后来我听说 只有金水才能暂时压制她 这种病情 这就是我这么疯狂敛财的原因 小吃一桩啊 这也是为什么 小飘这么不喜欢妖的原因 对不起啊 我之前都错怪你了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我就是想让小飘好起来 我就是想让小飘好起来 我这些年我带着她 我走遍了五湖四海 我遍法名誉 我 我 没有唯一一个人 唯一一个人能救得了 你说 你们人的病是由人来医 而我们腰的毒 是不是也只能是我们腰来医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爷爷倒是有一位旧友 叫龟神医 听说她的医术特别好 你倒是可以试试 龟 龟神医在哪儿 她 她就在不远处的山里 收拾东西 马上去 好 好 小飘儿 绝对你 绝对你 不交不交 我只救药 我不救来 绝对你 神区爷爷 她俩都是好人 救过我的命的 救过你的命 又不是救过我的命 我凭什么救她呀 你 試一下 陈 объ 世负爷爷 我求你发发慈悲吧 我求你了 罢了罢了 既然如此 我便救她 但是我救人的规矩 你是知道她 要救她 那就 precis要拿心爱的宝贝来换 你有什么宝贝呀 我没有什么宝贝 我就当我妹妹是宝贝 你把她救了 我把命给你 我要你的命干吗 我看你这刀形影不离 它是不是你的宝贝啊 你给 这杀人的刀我本不喜欢 但从你手里拿走 就等于救人了 放这儿吧 怎么会这样 这帮凡夫俗子 以为金水就是金子做的水啊 幸好你送的他还算及时 否则 他就会彻底妖化 到时候 到时候会怎样 比我还难看 起来 你去药箱帮我把药拿来 好 你去药箱帮我把药箱帮给你 发什么了呢 左一右二 各三钱 四左 五用上 各五钱 那左用三 好 你去药箱帮我把药箱帮给你 我相信你这把刀 是用来保护 珍惜之人的 而不是用来滥杀乌宫的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 你 还有你的妹妹 都难逃一死啊 谢谢你帮我救我妹妹 没事 明天 明天一早我就送你回去 你明天真的会带我走吗 放心 我答应过你爷爷 我一定做到 我 其实我 其实我从心里讲 我当然不舍得你走 我 我哪舍得你走啊 我 你受伤了 这药可好用了 是不是 没那么疼了吧 这段时间 其实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了 跟你们在一起 我心里觉得特踏实 之前我对你有些误会 觉得你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可是这段时间我才发现 你特仗义 而且对妹妹也很好 之前 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我一开始觉得认识你 特别倒霉 到后来 我发现金礼 真的能给人带来好运 真是 对不起 好 鬼刀 鬼刀 好久不见 当年你背叛师门 没想到 我们以这种方式相见 鬼刀 鬼刀 小岚 你去看看我妹妹 几个朋友 去去救 好 现在的年轻人 他有活力了 简直吃饱了 没事干 你又是谁呀 他们的 他们的 老东西 快把金礼给我交出来 我看你还能选多久 那东西我看你还能选多久 小岚 没事吧 我没事 你想飘腰点 你就是手啊 我找的就是你 我 Beng苹 没事吧 没事 如少 你 lah 你 我 吗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师兄 师妹 走吧 师兄 走 鬼神医 鬼神医 怎么回事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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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兰呢 小兰呢 小兰他被抬走了 师兄 你没事吧 看你伤得不轻 我们 接下来该怎么办 刚才那个就是轨道 排行第三的轨道 咱们家一起 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没想到他引队江湖 这么多年 实力丝毫没有解除 我们如何是好啊 什么人 什么情况 说话呀 想必你也知道 小龙的阵身吧 姚杰为了统治天下 这些年 一直在争夺 这可是龙转石的真身 明天便是月圆之夜 他们便会引灵河之水 借用小鸾的肉身 开启召唤仪式 烦了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他体内的血腰之毒 我已经取出了 但身子需要静雅树人 明晚上带着你妹妹 找个地方逼一逼 快走 哥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我不是刘小飘 你也不是刘一刀 我 之前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的运气 已经很好了 是因为我有一个 像你这样的哥哥 这些年 你一直忍辱负重 隐姓埋名 你就是为了照顾我 这我都知道 哥 我长大了 我能照顾我自己了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 比我更需要你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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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杀人 救人 不是刀的选择 拿回去吧 你去吧 师兄 师兄 哎呀呀呀呀呀呀 这不是天道和天心吗 怎么搞得这么落魄呢 是 是 有你 吴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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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哪 怎么说也是我救了你 你这样做我很伤心的嘛 以前就听说 天道和天心合体的话 天下无双 现在倒下一个天道 剩下一个天心 怎么就变得不堪一击了呢 说起不如愿 要杀药怪 喜庭遵变 你说的 来来来 赶紧去拿我刚刚熬好的高汤 月亮他们尝尝 好嘞 你想干什么 你要记住 我不是来害你的 我是来帮你的 我帮你 报仇 不说 二十一 一 终于等到今天的到来 哈哈哈哈 你给我看好了 你终究还是来了 留一刀 不 是鬼刀 少说那些没用的 今天我来到这里 就不会让你杀了小乱 你说他吗 他不是鲤鱼精 他是黑龙转世啊 小乱是黑龙转世 今天的这一切 都是他的使命所归 不关我的事啊 想要黑龙转世 想问问我的刀 你们给我拖住他 怎么说 他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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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 他为了 他为了 有 他为了 救命 爹 爹 哥 别杀他 我杀他 等他化为黑罗归入东海 到时候洪水滔天 不知道会有多少效力 被格局陷命 杀一人 九万人这个道理我懂 可是 就算出这一道 也不应该你来出 这份夜里 也不应该你来淡 走 哥 走 小雯 是你吗 你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吗 你教我化妆 你还帮我跳衣服 你说不是所有妖怪都是坏的 我相信你 难道你都忘了吗 不要 你为什么我还是控制不了你 怎么脑子里多数鬼道 够了 停下来 我快受不了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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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莱 停下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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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百 哥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我答应过他 送他回去 我答应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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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答应 你呢 我就做个体虎 你这就来什么 哦 我答应不答应 我答应不答应 接下来什么打算 师父下的命令 就算完没成 也要回去给他一个交代 讲究 帮我个忙 我小师妹天心就交给你了 师兄 他一个人回去受罚 总比你们两个人强 对吧 师兄 那你自己保重啊 保重 保护有心 走 我 你什么时候能学会敲门 哥 你说我这伤都好了 你还在弄这些破玩意儿 那我都弄了大半辈子了 这也算我一点 小小的兴趣爱好对不对 再说了 这么多金水放着也是浪费呀 你再给它弄回成远棒 醒个点声不行 你快瞧瞧瞧 对了 哥 那个小鸾 他都走了一年了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我们呀 我听啊咱们邻居说 这些龙族 如果想要再回到陆地上 那就只能赶上每年的八月十八 钱塘江大潮 潮水最凶的那几天 然后借着潮水的势力 才能回到陆地上 所以等等吧 这马上就是八月十八了 小鸾 鬼灯 我找你好久了 我找你好久了 我要说了 费茶 就是了 你 一辈子 我最爱啊 今天很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